北京时间11月17日,勇士客场以88-92赋予凯尔特人,勇士首发小前锋凯文,杜兰特出场35分钟,18投9中,3分球5投2中,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,外加3个篮板,3次助攻,一次抢断和两次戴帽。 2016年夏天的自由球员市场上,联盟里有多支球队追逐杜兰特,凯尔特人就是最积极的球队之一,而且杜兰特对凯尔特人很有好感,但最终杜兰特选择了勇士,随着凯尔特人的崛起,可能很多人都会想,如果杜兰特去年选择加盟凯尔特人,这支绿山军会变成食妖样子。 本场比赛开始之前,杜兰特在接受采访时特别称赞了凯尔特人阵容里的年轻天赋,比如杰伦·布朗对阵凯尔特人,意味着杜兰特将会和布朗塔图姆这两位年轻侧翼对位。 上半场,勇士的进攻并不太顺,包括杜兰特,他10投4中,3分球2投0中,得到12分。 勇士本场的第一次得分就是杜兰特的空切扣篮得分,而凯尔特人对杜兰特的防守非常紧。 有一个镜头,当杜兰特跳投的时候,两名凯尔特人球员在他面前起跳伸手试图封盖,这显然影响到了杜兰特的投篮转心。 下半场开始后不久,库里连持三次犯规被换下。 在这种情况下,杜兰特必须承担起进攻重任,而他的进攻手感明显回升。 第三节还剩9分22秒,杜兰特三分命中,还剩5分35秒。 他在左侧45度中距离跳投得分,还剩4分59秒。 杜兰特在右侧45度单挑霍夫德并命中一个急停跳投,当时勇士领先17分。 但没想到凯尔特人突然爆发,而勇士陷入得分慌。 结果三节过后,双方比分打平。 第四节关键时刻,杜兰特依然是勇士最可靠的得分选择。 本节还剩3分钟,杜兰特投进了一个3分,帮助勇士反超2分防守端。 杜兰特同样厉害,最后还剩不到1分钟。 他在篮下干扰了欧文的一个突破上篮。 可惜的是,杜兰特在最后12秒的一次底线干拔跳头部,中错失班平比分的机会。 这场比赛,勇士在进攻端的低迷是显而易见的,而杜兰特是勇士阵中唯一一个稳定进攻点。 即使他最后错失了那个班平比分的投篮,但勇士也应该把球权交给他。 罗森